当您不知道毕业后如何就业的时候 当您不知道生活中如何减压调整心态的时候 当您不知道如何处理夫妻关系的时候 当您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创业的时候 什么叫包容呢 就是把所有的是非恩怨都搁你肚子里消化了 什么叫毅力呢 当别人认为痛苦的时候 看不见光明的时候 你看见了黑暗的尽头 如果我要解决我的情绪 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认知 我得认知我的情绪 比方说我现在特别害怕 那么我要承认我特别害怕 作为一个真正的领导者 他的目的不是要成就自己 他要成就他的伙伴 人恐怕是需要有一个理想 当然这个理想不能太虚幻 包括今天的八点 有密网每天力邀成功人士 与您分享有关求学 就业 情感 创业 职场发展 心理健康 人生理想等多方面的成长心得 有密网特别制作问答节目 在路上 王小鲁中国改革基金会 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20世纪80年代 曾任国家提改委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 杂志主编研究室主任 90年代赴澳大利亚 访问学习 并获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经济学博士学位 现任中国改革基金会 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 收入分配 市场化改革等 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70余篇 两次获孙野芳经济科学论文奖 博士论文或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杰出博士论文奖 本期节目王小鲁与您共同探讨 当工作在生存与兴趣中挣扎 如何平衡好生存与兴趣 这个问题可能每个人都会遇到 什么是生存 什么是兴趣 其实每个人的理解都不一样 如果说粗茶淡饭 能够有吃有喝一般的生活就可以了 这是一种对生存的理解 那么如果说你在处理生存和兴趣问题的时候 对生存的要求比较低 可能就很容易满足 在满足之后呢 我想你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 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照顾你的兴趣 就是我喜欢做什么 我对什么感兴趣 我爱好什么 这样呢我想也许处理起生存和兴趣的关系 可能会觉得容易一些 当然如果你的对生存的要求很高 比如说我要挣很多的钱 我要有很大的房子 我要有很好的汽车 或者是我要在这个社会上取得什么样的地位 给自己设定这方面的目标很高的话 那么相应来说可能你会要放弃一些你的兴趣 或者说把你的兴趣放在一个更次要的地位上 当然也有这种情况 就是你可以把这两者结合起来 而且也可能会结合得很好 这里面呢 首先是你一个生活态度问题 你怎么看生活 你要怎么生存 你把哪个看得更重更高 也包括呢你怎么理解生存和怎么理解兴趣 我喜欢什么什么样的工作 比如说世界各地到处走啊 见识很多呀 可以旅游啊 可以交很多朋友啊 如果说这个他理解为兴趣的话 可能还窄了一点 就是兴趣实际上和享受不是同一个概念 有些朋友可能觉得 我的兴趣就是找一份比较轻松的工作 比较舒服的工作 我看来也许还称不上完全的兴趣 因为你真正有兴趣的事情 你要付出 你对某一项某一种工作有兴趣 某一种职业有兴趣 那你要充分地准备 你要准备为这件事付出很多东西 而且在付出中间 你可能会不断地得到满足 我觉得这个是兴趣 所以其实在平衡这个工作和兴趣之间呢 可以有多种选择 我觉得 但是呢你得让自己能够生存下去 这个还是要考虑的现实一点 在这个基础之上 那么怎么选择道路 怎么平衡这两者的关系 其实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和你的一些基本的人生目标 你的价值观 你的理想和这些东西是有关的 您是怎么看待理想的 您觉得理想是人生当中不可或缺的吗 我觉得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不可或缺的 但是当然这也取决于就是你怎么理解这个理想 如果理想是说我要从事什么职业 比如说我要当作家 我要当一个医生 我要当一个工程师 或者说我要取得什么样的成就 那这是一个很具体的理想 那也有的理想呢是 也许是更抽象的东西 是一个你的生活态度 我为什么活着 我有一个什么样的信念 这个信念呢 给了我生活的力量 我想这也是一种理想 但是无论如何呢 这个理想知识对人非常重要的 因为如果一个人没有理想 没有追求的目标的话 那他可能生活的就会很乏味 会觉得很累 很多事情呢别人能够承担 他可能承担不了 因为他觉得既然没有往前走的目标和动力 那么我为什么要承受这些困难 他会始终会觉得生活的压力很大 觉得不愉快 生活的不幸福 所以我总觉得人恐怕是需要有一个理想 当然这个理想呢不能太虚幻 如何面对没兴趣的工作 你感兴趣的事情和你现在的工作 可能之间有比较大的差距 你的工作呢没办法和你的兴趣结合起来 可以有不同的选择 比如说始终把你的兴趣当作你的一个业余暗号 在工作之余做我有兴趣的事情 或者是我去读什么 我去写什么 我去看什么 没有时间的时候我就先应付工作 我总要生存我总要活下来 那么也许呢将来会找到更适合你的工作 也许你在工作中间会找到和你兴趣的结合 人生中间啊机会很多机遇很多可能性也很多 你真要转到你有兴趣的职业上的话 你也需要有准备 你得有充分的准备 你才能够这个当机会来了的时候 你才能适应它 当有条件的时候你要有准备 但是没有条件的时候呢 你也用不着感到很失望感到很消极 那反正你总要适应这个环境嘛 如果一个人呢对自己喜爱的东西 真的想清楚了 我就是喜欢这个东西 而且我是有充分的准备的 我对这个职业或者说这项工作也很了解 我能把它做好 那么你不要放弃这种追求 也许现在的条件不具备 但是呢你仍然可以给自己准备这个条件 准备将来从事你理想中间的工作或者职业 但是呢年轻人常常对职业 对兴趣对工作的想法常常会发生变化 也许有的时候呢你远远地看到某一项工作觉得很有意思很好玩 但是当你真正从事这项工作的时候呢发现似乎不是这样 也许会觉得真正做的时候这个工作很枯燥很没意思 或者碰到很多你没想象到的问题 再碰到这种情况了也许他又会想 这还不是我真正喜欢的工作 那么我还要再找一个我真正喜欢的工作 那么很多人呢可能他的一生中间很长的时间 就在这种这个找来找去的过程中间浪费掉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实际上你没有想清楚你喜欢什么 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 并不是一个人生下来只有一项工作适合于你 也不是你只适合一项工作 你可以是这样的可以是那样的你可以去塑造你自己 比如说我一开始没想到要做某一项工作 但是我真正做起来以后呢发现它挺有意思 值得继续去做 而且在这个做的过程中间你也能够找到乐趣 那也许你的兴趣就会转移 因为环境在变因为自己的想法在变 但是呢当你最后选择了这项工作的时候 你努力去做争取你的目标的时候 你会找到很多的兴趣 你如果调整好了心态 如果你在这个工作中间能够找到你的兴趣所在 那么也许你的整个精神面貌 你的整个的生活和工作的态度就会不一样 而且会觉得生活的就更充实更有兴趣 并不是说一个人选择了一项工作 而这个工作感觉没兴趣 那么就难改变了 我觉得有很多改变的机会 一种机会呢也许是当你真的发现有更值得做的工作 而且你也能够胜任的工作 更有兴趣的工作去做 你可能需要下一个决心去改变 那么另一种选择呢就是说你改变你自己 你看看能不能使你自己对你现在的工作发生兴趣 你能去接受它 你能在这中间找到乐趣 你也许就发现了一个新的领域 新的场所 新的一条人生道路 游蜜网每天力邀成功人士与您分享有关 求学 就业 情感 创业 职场发展 心理健康 人生理想等多方面的成长心得 如果说你在人生中间有过当清洁工的经历 或者甚至有更多的各种各样不同职业的经历 无论在艺术鉴赏方面 在精神世界方面会变得更丰富 游蜜网特别制作问答节目 在路上 面对就业难如何谈兴趣 现在就业形势可能比较严峻 找个工作呢 特别是想找一个自己满意一点的工作不容易 这个是一个现实的压力 但是我想在任何情况下 生存和兴趣都可以有协调或者是配合 我记得看过一个报道 有一些学者做过一项研究 他们长期追踪了一批大学生 从上大学一直到他们毕业以后 大概是20年 那么他把这部分人分成两类 一部分人是说 我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将来赚钱 找一个更好的工作 另一部分人呢 是说我是为了兴趣 这个学习和将来的工作 都是更多的服从于自己的兴趣 那么20年以后呢 他们在追踪这两部分人的时候 发现那些希望多赚钱的人 整个的成就和为了兴趣工作的人 相比就要差得多 不但如此 他们在这个经济上 也比后一部分人更差 我想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当你把你的工作就当作一个赚钱的手段 那你很难对你的工作有兴趣 你可能会长期在这种枯燥的工作 你又不得不去适应他 目的就是为了赚钱 但是当你把你的目标设定为自己的兴趣爱好 我喜欢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给自己找对了一个方向 然后再去做的时候 那你的工作可能会非常有动力 所以一个生活有兴趣有动力的人 他可能工作会做得更好 他的职业会更成功 现在找工作难 不得不适应那些你不愿意做的工作 甚至连这个工作都不容易找 不要紧 我觉得人生的路还很长 你有一段时间就去经历经历 哪怕你学的是很高雅的东西 最后我去当清洁工 和自己的专业都完全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说你在人生中间 有过当清洁工的经历 或者甚至有更多的 各种各样不同职业的经历 无论在艺术鉴赏方面 在精神世界方面会变得更丰富 那也许对你的未来 都是一个很好的积累 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改变了你自己 而如果没有这样的经历 你的生活也许就会变得很单调 你从学校门出来到公司门 然后你每天在家门公司门 来来往往 这个一生就这么过去了 那么为什么不在你的生活中间 多一点各种不同的经历 丰富一点的经历 哪怕是有些从来没想做过 没想过的工作 你去做一做 去试一试 去体验体验 我觉得也挺好 把它作为你人生的一个积累 为兴趣我们要准备什么 我觉得可以有自己的兴趣 而且当它工作和兴趣 没办法结合起来的时候 第一我能接受现实 在我没有更适合于自己的工作之前 我能接受现在的这份工作 第二我也不妨在工作之余 丰富一下自己 在业余时间结合结合 如果你比较随意而安 这份工作就不是那么难以接受 你要是始终心里在抗拒 但是又不得不去做 始终生活在矛盾中间 始终在很压抑的这种状态中 那么你的生活质量会更低 你会做得更不愉快 但是你在做眼前工作的时候 如果有你更喜欢的工作 而且你真是了解它 那你不妨作为你的未来的考虑 人生很丰富多彩 有的时候看起来好玩的时候 将来做起来未必好玩 从外面看一件事情 和从里面看一件事情 可能感受是不一样的 兴趣是可以培养的 你可以在工作中间 培养自己的兴趣 你真正的兴趣是需要付出的 需要劳动 当你有这样的兴趣的时候 我觉得你不妨把它作为 你未来的争取目标 哪怕是眼前实现不了 但是你可以作为一个 你长期努力的方向 你真正的准备为你的兴趣付出 你知道这项工作的艰辛 而且你还是想去做 这是你真正有兴趣的事情 那么我们如果都有这种心态的话 那么你可能会更容易适应工作 更容易适应环境 也更容易做出成绩来 更容易做得成功 那可能你的生存问题和兴趣问题 会结合得更好一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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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